歡迎收看黃昏天氣節目 我是莊仙寧 香港仍然受到冬季季後風的影響 提提大家 寒冷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而天文台亦發出了霜凍警告 不過之前幾天影響我們的雨帶 已經逐漸遠離 所以華南沿岸今日的天色大致良好 望出去與之前多雲有雨的天氣比較 今天明顯光亮了很多 而各區的最高氣溫亦都上升到15至17度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大致天程 晚間部分時間多雲 明早市區的最低氣溫大約是9度 而新界會再低幾度 天氣仍然是幾凍下 至於日間天氣比較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是16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黃昏的北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風勢清淨 展望星期五的早上天氣仍然是寒冷 不過大家可以見到 包括周末期間的天色都不錯 都是大致天程 而氣溫亦都會逐步回升 大家要留意日夜的溫差會比較大 所以一早一晚都要做好一些保暖的措施 至於下個星期的初至中期 天色就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